第39集 柳飞看着我一笑,果然尽显娇柔妩媚 可是我知道,她这笑不是给我看的,而是给我身后沈熙瑶看的 不过柳飞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反应 她真的就起了身,不向我行礼 我心中笑了起来 我知道,以她对我的恨和她自己的清高 只要有机会,是不愿向我行礼的 她还没有被这身公魔去灵脚 当然,这和沈熙瑶有很大的关系 我轻轻回身笑看着沈熙瑶 她脸色有一些不好看 我微笑着说 既然皇上来了,就开宴了吧 柳飞看到了沈熙瑶的眼神反应了过来 伸手去抱玲珑 可是她戴了长长的护甲 夏日里,玲珑的墙包很薄 她自己又是第一次抱孩子 婴儿软软的身子,她还不能适应 不知怎么的,就把熟睡中的玲珑弄醒了 哇哇的大哭了起来 我心疼得厉害,忙上前要去抱 手伸到半空,被柳飞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声声地逼停了 我已经忘记了下面的仲飞和一边的沈熙瑶 眼里全是哭个不停的玲珑 终于是上前一步,将玲珑抱在怀里 轻摇着哄着 柳飞有一些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抬头用责备的口气说 你是个母亲 抱孩子怎么还戴着这护甲,弄疼她了 说吧,又怜惜地看着怀中的玲珑 她的哭声小了一些 如母上来将玲珑抱走 沈熙瑶已经坐在了那笼椅上 冷冷地看着之前的一幕 我微弯了身子对她说 请皇上恕罪 臣妾之前失态了 沈熙瑶摇摇头 朝我很浅地一笑 柳飞此时也是走到了我的身边 对沈熙瑶说 皇上,您看呢 玲珑根本不认得臣妾 那声音委屈极了 可是沈熙瑶没有理会 只是指了指下面的一把椅子对她说 你去坐吧 柳飞有一些愣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走了下去 我看见她那葡萄籽的衣裙上 金线织旧的孔雀 心里对她的背影说道 你这只孔雀 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自己在沈熙瑶身边坐下 此时玲珑已经停止了哭泣 沈熙瑶看了看她 终于露出了笑容 开眼 她高声地说着 之前的纷乱和不快 瞬间的消失 众妃们脸上堆满了娇媚的笑 一个个看着他们日思夜想的皇帝 我却只带着平常的笑 看着下面的女子们摆出皇后的样子 今天你让朕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情景 她的眼睛看着下面一支白玉的酒杯举在唇边 就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她眼睛看着下面一支白玉的酒杯举在唇边 她突然说出了这句话 我也将酒杯拿起 微笑着看着前方 皇上还记得呀 说完才转头看她 她的目光落在了下面一脸黯然的柳妃身上 我悟自笑了笑 正要转脸回去 她突然回头说 今日 为难你了 她的眼波流转着 似还有话要说 可是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换上一副平淡的表情说道 不是说让仲妃准备了拿手的吗 朕此时还真想看了 我带着淡雅的笑容起身 底下的丝竹声停了 我轻轻的击掌 门外就飘然走进了一个粉嫩的身影 乐曲声附又响起 已经换成了江南的小调 昊月就在这轻柔舒缓的乐曲声中 翩翩起舞 那柔粉的水绣一灰 带出了清香阵阵 那是我让汇聚之前用荷花香熏过的 清雅的味道 正适合这炎炎的夏日 沈西遥看着那个人的身影 众人揭在心上 昊月跳得纯熟了许多 一朝仪式颇像样 将那彩灵的快乐和单纯 以及清凉 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不舍有微风从湖上吹过 一切都美极了 一曲终了 我含着笑 看着沈西遥 却发现她也在看我 眼神是我看不透的 我心里乱了那么一拍 可是还是面不改色地笑着对她说 这月美人的舞真是美呀皇上 臣妾之前都不知道 昊月有这一身的好舞技呢 说吧 招手换昊月上来 趁笑着看着她说 昊月怎么会跳舞 怎么也不告诉我呢 眼神却在提醒她 昊月很聪明 羞涩地说道 奴婢也是拖着学的 娘娘过奖了 跳得是不错 看来师父很好 说吧 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心跳有一些厉害 余光紧张地扫了一眼沈西遥 她仔细看着昊月 可是表情确实淡淡的 我看了一眼在下面坐的柳飞 她只是看着自己眼前的盘子 眼神有一些迷茫 我暗自感叹 她没有那些手腕 换了别人 能来了这满月席 就一定会想办法 得到皇帝的眷顾的 这时 这时柳飞站了起来 笑着说 臣妾愿为皇上跳上一曲 我脸色平和下来 却没有拒绝她 哦 妹妹的舞姿我还没有见过呢 只是听说过 柳飞头微痒了一下 走到月宫前面吩咐了什么 一曲悠扬的曲调便响了起来 我看着那紫色的身影在旋转 受伤翻覆着 那衣裙飘散开去 轻盈动人 沈细瑶似是很动容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我承认 柳飞的舞跳得很好 可是却不至于好到 让沈细瑶如此的地步 心中有疑惑 却还是装作不在意 柳飞一舞结束 自不胜疲惫地 慢慢走回 只有两步远的椅子上 又好似坐得不舒服 沈细瑶说道 上来坐吧 你毕竟是玲珑的母妃 那声音温和了许多 柳飞一笑就走了上来 我也带着笑看着她 底下的皓月眼里是失望和难过 我给了她一个宽心的笑 她低下头喝着杯中的酒 嫔妃大多都展示了自己的才艺 只有丽妃和和妃没有 她们只是带着笑看着 丽妃是有一些不屑和开心的笑 何妃是淡淡的 看不出情绪的笑 但都是世间最美的 她们远比柳妃聪明 夕阳西夏时 满月宴终是结束了 玲珑被封为了安国公主 被从侧殿里抱出来的时候是醒着 粉嫩一团十分可爱 柳飞也终于是抱了抱她 就做出了不堪劳累的样子 交给了如母 自己和沈西瑶说笑着 我走上前将玲珑抱在怀里 跟沈西瑶说 皇上听闻今早柳飞妹妹 因着思念玲珑昏厥过去 臣妾想了许久 虽然实在是舍不得她 可是还是觉得 孩子由自己的母亲带着好 这样妹妹也不会责怪我什么了 我温和地看着沈西瑶 又转头看着柳飞 只是不知妹妹的身体如何 我的心中却在想 柳飞你会如何地回答 在沈西瑶的心里 你的财德是不会继续减少 可就看你自己了 不过这次柳飞聪明了 她温和地说 我是时事都在想着玲珑呢 这个月真是麻烦姐姐了 她说完笑着跟沈西瑶说 皇上明日就将玲珑送回来吧 沈西瑶看了我一眼 我保持着笑容 沈西瑶点了点头 我明媚地笑了起来 拉过了柳飞的手 她在挣扎 可是却不敢挣脱 妹妹 玲珑有很多的习惯和喜好 一时也跟你讲不清 可是我又担心 不如今夜 你就住在我那里吧 我们好好说说如何 柳飞的嘴动了动 终于推辞 她是想让沈西瑶今夜在她处 可是我又怎么会让她如愿呢 我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而是甜笑着看着沈西瑶 皇上觉得可好 沈西瑶赞许地点了点头 柳飞没有话说 终于是硬了 还带着假意的笑 沈西瑶看了看天说道 朕要去御书房了 柳飞 你好好地听威儿的嘱咐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黎皇 众人躬身送走了她 我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台阶的下面 我招手换昊月过来 昊月 我做了皇上最爱吃的莲花糕 你给皇上送过去吧 慰惧他们 得收拾玲珑的东西 便劳你走上一趟了 昊月吃惊地看着我 笑着点了点头 我转身对柳飞说 妹妹 我们走吧 昆宁宫里 燃着巨竹十分明亮 柳飞虽是不情愿过来 可是有了沈西瑶的话在先 她自然也不敢违抗 我引她进了鸾凤殿 让所有的侍女太监们都下去了 才笑着说 妹妹 你在这里等等 本宫 去换一件衣服 说吧 从鸾凤殿后面的门出了去 刚踏出了那扇门 我停下了脚步 跟身后的惠菊说 你在这里看着柳飞 小心别让她看见 惠菊点了点头 我才转身去了冬暖阁 很快 我换了件月白水波纹的简单的裙子 头上挽了一个低质薄颈的剂 只带了一根金簪 很长 簪手是一颗明亮的冬珠 后面 镶着米粒大小的银珠 簪尾光滑尖利 我走出了冬暖阁 远远的 是一号局不要出声 自己走到了那门口 无声地推开门 就见柳飞一人 在空荡荡的鸾凤殿里 孤独地站着 她略微胖了些 失去了当初的轻盈动人 却多了一些富贵之相 倒也好看 我看着她 站在那凤座前 手不停地摸缩着 眼里是一股热切和痴迷 她手上的护甲已经栽下来 搁在一旁 她的手光滑白兮 在烛光的照耀下闪着光 我看着那洁白 一遍又一遍地摸着 那赤金凤作的扶手 扣背 还有那上面铺的 大红锦缎竹锦软垫 我静静地 站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看着她 汇聚在我身后不敢出声 又风吹了进来 凉凉地 吹起我裙子轻薄的一脚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飘然的白色 再一抬头 就见柳飞已经双手 搁在了那飞风的扶手上 自己紧张却激动地 慢慢地坐了下去 然后 好奇地看着自己的两边 脸了神色 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厅 摆出了威严的神情 我淡淡地笑了 在柳飞低头 看着以边精致的雕刻时 我轻声地走到了她的面前 舒服吗 我用极温和的声音问道 那声音 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却湿了针 显得格外的飘渺和诡异 柳飞一领 将了半天 才缓慢地抬起了头 眼里充满了恐惧地看着我 猛地站了起来 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微笑的表情 只是走到了那凤座旁看着她 柳飞的目光也停在她上面 我灿然一笑 坐了下去 柳飞的眼中有着不甘和无奈 还有悲伤与恋恋不舍 我一一看在眼里 这时 慧菊端了把椅子 放在柳飞的身边 柳飞娘娘请坐 柳飞又看了一眼我身下的凤椅 这才慢慢地坐了下去 慧菊奉上茶 我手一挥 你下去吧 本宫和柳飞说说话 我喝了一口茶 才对同样端着茶碗的柳飞说道 今夜 安排你住在侧店吧 你可愿意 柳飞一争 她本以为 我要与她说别的 却没有想到 只是这样简单的事 柳飞嗡了一声 神情小心且紧张 她还在等待着什么 我却看着桌上的一盘荔枝说 去年 本宫这个时候还未进宫 那时 很喜欢南国的真果 今日 这是新到的 你也尝尝吧 说吧 拿起了一颗慢慢的拨着 那鲜红的皮 纷纷散落在桌上 里面是晶莹的白色 红白对比 十分的好看 我将那果肉放在口中 甘甜的味道传来 我偏了头 柳飞拿着一颗拨着 她拨着拨着 有一些迟疑和抗拒 那盘荔枝 是放在她手边的另外一盘 颜色鲜艳明亮 上面的水珠还隐约可见 看起来是很美味的 可是在她的眼里 此时应该是如同毒药一般的吧 我笑着 微叹了身子说 妹妹怎么不吃呢 我的声音 是我自己都厌倦的甜蜜 柳飞抬头看我 啊 我不喜欢如此甜的 她的声音有一些慌乱 我摇着头说 今年这不是很甜的 本宫之前可是听说过 妹妹你喜欢吃荔枝 这才让他们准备的呀 我没有说下去 只是笑看着她 柳飞的脸红了下去 终于是将自己手中 已经拨好的荔枝 放入了嘴里 却半天不敢下咽 我微微一笑 好似在说着什么不相关的 别怕 没什么问题的 她慌了 看了我一眼 便将那果肉咽下了肚 我看着她吐出那盒 缓缓地说 不是一直都想看看 这昆宁宫吗 今夜 本宫就陪你都看看吧 我拍了拍凤椅的扶手说 这椅子 不知和你宫里的比起来 是否更合你的心意呀 柳飞正端着茶要喝 手一松 砰的一声 那茶碗掉在了地上 摔得七零八落 碎片有几片掉在了我的脚边 我没有理会 只是喝着手中的茶 我没有理解 我第一个衣服 我会说 Music 是 如果你是 你别读 在这个衣服 我 是 你可以